明星们的特殊姓氏,金城武不姓金,迪丽热巴不姓迪,陆寒也不姓刘。 姓氏真的是个很特别的东西,哪怕你见过不少的人和事,依然无法准确分辨某些姓。 娱乐圈中明星的名字是千七百怪,有些为了发展还会专门使用一名,即使是追了他们多年的忠实粉丝,可能都会把他们的姓氏给说错,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娱乐圈中的明星们的特殊姓氏。 易阳千玺,其实她的姓氏是易,并不是易阳。 易阳千玺是在千玺年出生的,因此,用以庆祝易阳千玺的诞生,父母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她的爱,难怪千玺的文采那么好,原来来自于家庭的言传身教。 易能静,她和易阳千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人认为她是单姓一,但没想到她实际上是父姓易能。 易能静就曾在节目上大吐苦水,表示朋友们都不知道她的姓氏,有时为了亲切而称呼她为小一,反倒是闹出来了不少的笑话。 易能静,金城武和易能静的名字组成也颇为相似,金城武是中日混血,妈妈是台湾人,爸爸则是第一个将养蛮技术转移到台湾的日本人。 而金城武的姓氏是金城,金城是日本大姓之一,她希望她的孩子有武士的精神,所以就叫她金城武。 看青子,前段时间在亲爱的客栈上面的看青子,和纪凌晨这对小情侣是否虐到你了呢? 虽然一直吵吵闹闹闹,但是两个人却一直相爱如初,看青子的姓氏很少见,看青子曾在节目中说过她的姓氏在老家东北也是很少见,而且看青子是随妈妈姓的哦。 其实,像迪丽热巴这样有颜值,又有演技的艺人,想火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只是她不喜欢炒作,对于她的良好身形。 迪丽热巴在采访中曾透露每天都会做户外运动,并且经常包商美良吃,许多的粉丝在网上查到了做法,跟着做了半月,坠肉少了一圈,也难怪她的身情能保持得那么好。 迪丽热巴,可能不知道的人都感觉迪丽热巴姓迪丽,其实迪丽热巴的姓氏是迪丽穆拉提,而她的原名是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因为新疆人的姓在名的后面,所以大家都不太了解,而且迪丽热巴还是心爱的美人的意思。 撒贝宁,一位国内着名的名随主持人。 用她主持过的节目来讲,她在主持界真的有一套。然而,撒贝宁的姓氏撒,撒,却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姓氏,现阶段知道的几乎没有一位和撒贝宁重姓的。 纳英,纳英,纳英,纳英出生在满族纳拉氏,所以汉姓维纳,纳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381位。 纳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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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虽说句号是一名,但人家改名不改姓,是货真价实的巨佳人。 陆寒,说起陆寒,曾经有一度网上流传起他的真名叫做刘壮士,但是其实陆寒就是他的真名。 只是因为这个姓氏确实十分少有以至于很多人都很愿意相信他就叫做刘壮士。 看了这些明清的特殊姓氏,你的姓氏有是什么呢?参考来源。